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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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香 你能不能做事不要这样处心 大意? 到时候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呢 哎呦,你不要这样嘛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当被人提出你的问题 或是给予建议的时候 你会感到生气 还是虚心接受呢? 要 komma Mong 文? 文過怒 文日樂 卻有来 亦有穴 闻欲恐 闻过心 直亮视 见相亲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锦鱼姐姐 那么这一期经文你们背熟了吗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地有却 这一期经文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总是对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而感到生气 而别人对我们的赞叹 我们就感到高兴 那么很多坏人就会想和我们做朋友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感情去影响我们 小慧 你的画作真好看 谢谢 我觉得在那里加一点草会更好看 你厉害的话就自己画一张吧 哼 如果朋友提醒我们的过失 我们不但不爱听 还对对方生气 那么以后别人就不敢再说真话来提醒我们了 这样啊 我们就会更容易犯错 如果别人总是对我们说我们爱听的话 那我们就会很容易自满 看不清事实 真相就会忽略了自己的不足 这不仅不会帮助我们进步 反而会导致我们退步 那如果是真正的朋友 他们会充分地理解我们 并包容我们 甚至会给我们提我们自己的建议 也不会伤害我们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谓忠言逆耳 真诚而有意的劝告 往往是听起来不太好听的 因为它可能揭露了我们的不足或错误 但正是这些不能够轻易接受的意见 才能够帮助我们改进和成长 因此 总是说我们爱听的话的朋友 未必是好的朋友 而所谓啊 则会利用这些我们喜欢听的话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文遇孔 文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那这句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听到别人的赞美 并没有自负 骄傲 而是在想着如何让自己更进步 那这样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 我们既接受了人家的赞美 但是也想着自己 可否还有进步的机会 那如果你听到别人的赞叹 就感到轻飘飘 觉得自己很厉害 那么 就没有人喜欢跟你交流 你也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小慧 你的画作真好看 谢谢 我觉得在那里加一点草会更好看 阿末 谢谢你给的建议 我会考虑看看 这一句经文教导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 来对待赞美和批评 对待赞美 我们要保持警觉 警惕 避免自满 而对批评则不排斥 或是不感到厌恶 我们要虚心学习 欣然接受 因为批评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的不足 这样的人格态度才能吸引到正直的朋友建立更深厚的友谊 在这张图中 大家看到了什么呢 在这张图里 阿末和小智正在骑自行车 可是 突然间我们看到了小慧坐在地上哭泣 而李婆婆站在一旁看起来很无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小智的表情 她好像有点挣扎 好像不太想把自行车让给小慧玩 而阿末则指着小慧 似乎在试图劝说小智把自行车让给小慧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劝告 阿末在劝告小智的时候 他是想让小智明白应该要分享自己的东西 让大家都玩得开心 如果小智没有听取阿末的劝告 而是生气或者自以为是 那么小慧就会很伤心 而且阿末也可能不会喜欢和小智一起玩了 所以啊 同事们 我们要遵循弟子规中的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扭来 亦有劝 当别人给你劝告和建议的时候 我们要仔细聆听 并反省自己 千万不能感到生气哦 当听到别人批评和建议时 我会控制不住生气 怎么办呢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难 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 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对我来说的话 我说如果是听到别人的一些建议 我们可以先想想他的意图 如果他的建议或批评对我们是好的 是对的 那我们就可以参考 那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批评 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笑笑回应 就不用起太多的争执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听到别人的批评 感到不高兴是很正常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可以深呼吸 数到十 让自己平复下来 如果实在不能 那我们就找个安静的地方 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 比如说画画 喊钢琴 听音乐等等 就这样啊 通过这样的训练 我们可以做刀枪鼓入的钢铁家 成为一个非常厉害 能够接受别人批评的人 在成长的道路上 我们要秉持着谦虚的心 来接受别人的赞美 也要虚心地接受 别人给予的批评 一直用自行的眼光 来审视自己 勇敢超越自我 勇往直前 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一个 坚强优秀的人 好 那么今天的弟子龟 就到这里了 乐乎陪你一起 阅读了解 弟子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